剛剛大家玩的就是在簡報第31頁這邊 那我們現在進到34頁這裡 來換另外一個方式 用點擊燈泡的 那這個也是Web電話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首先你先看到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發現有個燒杯 那我剛剛有提過 就是如果你現在程式在執行中 你才發現這裡弄錯了 你要刪掉有沒有辦法刪掉 不行 所以說一定要先停止第二個 因為老師剛剛都很厲害 都有發現 那你看到幾個燈泡 這個模擬器 那還模擬什麼 模擬光線 我們這裡右上角不是一個三色有力燈嗎 那你把這個燈泡拿過來 就代表光線越來越亮 離開 事實上它如果你有用到另外一個溫濕度的話 還會有一個火 就是我怕它玩壞掉 先用這樣玩一下 那所以我先停止一下 好 您看一下上面這裡 燒杯就是網頁互動區 你把它按一下 網頁互動區 對 好 這個 在這個灰灰的地方你可以移動一下 這樣就不會跟它重疊在一起 那你可以發現 Webduno它有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它有很多的互動方法 那你可以看到有沒有叫點擊燈泡 按下去會有一個燈泡的圖就跑出來 好的那我們就跑出來 那我們呢 瞭解一下在這邊 這裡其實就是做網頁 就是做網頁 所以呢你要控制這個區塊的 它有一個 積木專門控制它 有沒有發現下面有一個網頁互動區 的這個積木 這裡的積木控制的是這一個 上面的積木控制的是真正的一個 很容易的 這樣清楚了 我們現在的情境就是 我需要 我把它按下這個燈泡的時候 不只是這個燈會亮 我也希望這個燈泡 是要換成亮的燈泡圖 對不對 所以我事實上是做兩件事情 那我們現在呢 來看一下怎麼弄喔 你剛剛這個積木可以先丟掉 這個腳位留著 好我就把它丟掉往左邊就可以丟 你也可以看體力的 當然如果你很堅持一定要看到 垃圾桶打開這樣子 你先丟到右下角 在這裡 有看到嗎 垃圾桶 有了齁 垃圾桶拉過來 這樣的人會開 好漂亮 好OK 所以呢 這個是像這樣 那我現在丟掉之後 我就找這邊 你看這裡打開 有沒有發現有很多互動的方法 我現在的方法是點擊燈泡 所以相關積木都在這裡 一樣是等到木屋 好有沒有點擊燈泡做什麼事情 把丟出來 好丟出來之後 所以我現在剛剛講的 是不是燈泡的主要換 LTD的也要換 所以做兩件事情 那你記得 我要控制這裡的 一定是找哪裡 是不是找這裡 好 所以我就找到 點擊燈泡 有沒有叫燈泡狀態切換 這樣丟進來 亮的就變暗 暗的就變亮 切換 可是它切換的是誰 是不是這樣普遍而已 所以 真正的LTD燈 也有一個狀態切換 有沒有 再拉進來 對 所以 前後執行的資訊沒有差 這裡沒有前後的資訊 所以我現在呢 就play一下囉 我按下去 有沒有這個燈就亮了 按下去 這就關了 當然 請問這個燈會不會 也會啊 三個人 這樣子就有感覺了 了解 好 換你囉 第一件事情 特別留意一下 一定要先停止喔 停止之後 燒杯才會幫它打開 打開之後 請切換到點擊燈泡 來 還給你